在中国古代的风水学上 麒莲山与昆仑山都是有名的龙脉 很多风水大师和盗墓高手都曾预言 麒莲山下必有大墓 如今这句预言得到了应验 2019年 甘肃省考古队 在麒莲山中发现了一座保存完好的大型墓葬 揭开了一个消失古国尘封千年的谜团 甘肃省天柱县叉山村 是麒莲山中的一个普通的小山村 村子东西南三面环山 从风水学上看 是一处上风上水的宝地 2019年秋天 天柱县国土局 在村北的一处小山港上进行土地整备 意外挖穿了一座大型砖石墓的墓顶 现场负责人立刻将情况上报了当地文物部门 甘肃省考古研究所得到消息后 立刻派了一支专业考古队赶到现场 对墓葬进行抢救性发掘 经过勘探 考古队发现这是一座大型砖石墓 由墓道 涌道 碧堪 墓室等多部分组成 从墓葬形制 考古队员初步推断是一座唐朝时期的墓葬 虽然历经千年 但这座大墓保存得非常完好 从来没有被倒扰过 经过两个多月的紧张发掘 墓中共清理出各类精美文物二百多件 其中包括珍贵的金银器 溜金铜器等 在发掘的过程中 一直有一个遗团困扰着考古队员 这座大墓的主人是谁 为什么要将大墓修建在麒莲山深处 墓葬中能够证明墓主人身份的线索有很多 而最直接最准确的就是墓制 在这座大墓的涌道中 考古队清理出了一方保存完好的墓制 在墓制盖上可有九个传书大字 大洲雇慕容府君墓制 考古专家介绍不要小看这九个字 里面能够解读出很多重要的历史信息 比如大墓的年代 大洲是武则天称帝时的年号 从690年到705年一共15年 而这座大墓就是此时修建的 墓荣是墓主人的姓氏 在唐朝武则天时期 甘肃一带的土玉魂国王就是墓荣氏 所以大墓的主人很可能是土玉魂王氏成员 据新唐书宋石等史料记载 土玉魂是西晋到唐朝初年 在我国西北地区 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 土玉魂人的祖先是辽东鲜卑慕容氏 西晋末年 辽东鲜卑蝉于慕容社归并死 嫡子慕容归继位成为蝉于 而树出的长子慕容土玉魂与他不合 处处受到打压 一气之下率领部族西迁河西走廊 建立了土玉魂政权 之后的数百年时间里 土玉魂不断发展壮大 势力最强时 东至甘肃南部 西至新疆 北达齐连山 南到青海南部 到了隋唐时期 土玉魂家在吐蕃和中原王朝 两大政权之间 势力不断被打压 唐朝初年 唐太宗李世民为了解决西北边幻 派遣大将军李靖出征土玉魂 取得大胜 土玉魂可汗浮允自杀 新继位的可汗 慕容诺和伯率众归顺唐朝 李世民为了安抚土玉魂部落 特意将红化公主 嫁给慕容诺和伯为妻 当时唐朝和吐蕃的关系日益紧张 唐太宗本想扶持土玉魂 作为两大势力的缓冲地带 可此时的土玉魂 早已没了当年的霸气 663年最终被吐蕃攻灭 慕容诺和伯 只好带着红化公主逃往梁州地区 木制被发现之后 为了保护木制里面文字的安全 考古队并没有在现场贸然打开 而是将木制带回实验室 由考古专家打开 掀开木制盖之后 一篇完整的木制名 出现在了众人的眼前 根据木制名的内容 考古队得知木主人名叫慕容志 是土玉魂末代可汗 慕容诺和伯 与红化公主的第三子 被武则天策封为 大洲云辉将军 首左与前卫大将军 圆外致喜王 天收二年 六九一年因病去世 在解读木制名中的内容时 大克汗陵四个字 引起了考古专家的关注 文中记载 慕容志死后 按照土玉魂王族的丧葬制度 于同年迁葬于大克汗陵 这说明 慕容志的陵墓并非独立存在 在他的周围 应该还存在一座大克汗陵 这一发现 让考古专家感到十分兴奋 考古专家介绍 在麒麟山腹地的 武威市清举湾和喇嘛湾 就出土了 大唐金城县主 红化公主 青海国王慕容忠 等多座墓葬 此次发现的慕容志墓 与清举湾和喇嘛湾 相距大概15公里 很可能属于同一陵园区 而大克汗陵 应该就是陵园的首座陵墓 具有非同一般的地位 对于大克汗指的是谁 专家表示 很可能是土育魂政权的创立者 慕容土育魂 但具体情况 还有待进一步的考古调查和发掘 在考古发掘报告中 专家称 慕容志墓是目前为止 保存最为完整的土育魂王族墓葬 对于研究土育魂和西北少数民族历史 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而在墓址中出现的大克汗陵 更是一个惊人的发现 慕容志只是一个灭国后的小王爷 陵墓就如此奢华 如果真的发现这座大克汗陵 那必将成为考古史上又一个奇迹 接下来的内容更精彩 秦三世为何不拒受奸臣 咸阳宫考古发现真相 大家知道紫英了 很多人可能只知道秦二世胡亥 其实除了秦二世胡亥之外 秦朝还有三世 那就是紫英 紫英才是大秦的最后一位统治者 在位仅仅四十六天 紫英是被赵高立为秦王的 没想到五天之后 赵高就被紫英给设计诛杀了 可是没多久之后 紫英就不得不投降刘邦 至此大秦朝才算是真正的灭亡了 其实许多的历史学家提出了疑问 那就是当时的秦三世紫英 为何不聚首奸臣呢 其实当时的秦国可以说是到了崩溃的边缘 但是并未到灭亡的地步 其实秦国缺的就是喘息的时间 只要当时的紫英聚首奸臣的话 很可能刘邦是无法攻克的 但是没想到的是 紫英却选择了主动出击 这一下却直接葬送了大秦王朝 紫英的意外主动 让许多历史学家陷入了争议 好在后来咸阳宫的考古行动 却帮助我们后人揭开了这一千古谜团 咸阳宫就是当时秦朝的政宫 也是大秦的国家权力象征 位于西安市南 咸阳市东15公里处 后来咸阳宫遗址更是被列为了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在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 陕西省考古队就对咸阳宫进行了考古发掘了 但是没想到却发现了一个令人吃惊的收获 那就是居然发现咸阳没有修筑城墙 这按理说是不可能的 而后一些学者研究后说 这可能只能说明 这才是真正的体现了 大秦帝国的那种匹靡天下的霸气吧 却采用了成锅格局 这应该就是为什么 紫英不聚首奸程的直接原因了吧 还如何去抵抗刘邦的军队呢 为此紫英也是非常无奈的选择了主动出击 在他看来 或许只有主动出击 才能有一线圣计 不然的话 肯定是必败无疑 试想一下 如果咸阳宫又设立了城墙的话 那么刘邦是几乎不大可能攻克的 再加上刘邦的军队远道而来 兵族自然是非常疲惫的 而且又是孤立无援 要是紫英守住了 什么样的结局都会发生 但是历史没有如果 咸阳宫奈何就是没有外城墙 这只能说是天意吧 后来刘邦没有杀掉紫英 而是选择了让人看着 没想到的是 项羽进入咸阳之后 却杀掉了紫英 并且大肆地焚烧 秦朝的攻势 还进行了残忍的大屠杀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